亲爱的朋友 欢迎你又到了 儒歌的行版 我是蒋里荣 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儒歌的行版 谈历史 谈文学 谈音乐 我希望你每次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儒歌的行版 这样的生活态度 那么 以这些诗歌 文学 音乐 来充实我们的生命 那么在今天的 儒歌的行版里头 我们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 特别来宾 是一位年轻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做黄姓张 姓是姓义 很言而有姓的姓 张就是张显的张 那么黄姓张 那我先请他跟大家问好一下 各位儒歌的行版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黄姓张 我刚才跟大家说 姓张是一位学者 他是成大台文所的博士 那么很年轻的学者 那他今天来到这里 他今天来到这里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他是我的同事 我们两位呢 都是蒋卫水文化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我们的执行长是蒋朝根 那么姓张呢 负责很多的展览 因为他是台文所的硕士 那么这个台文所 完整的名字叫做台湾文学研究所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来 让他来亲身跟我们说一说 他的学习经验 还有他现在所在做的事情 尤其在蒋卫水文化基金会里头 有关于历史史料文学艺术各方面 在1920年代的这一部分 好姓张 我想呢你又是教授 然后呢你也有主持节目 所以我想你是非常的在行 就是说把我们可能想知道的事情 或是我们不懂的事情 说了让我们来懂这样子 不敢不敢 就是来这里跟李荣做个讨论 那其实刚刚听到这个李荣 从一开场我讲慢话 因为李荣是一个学音乐的人 所以我突然本来 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是嘻嘻滑滑的 一个突然大家的气氛都静下来 我就整理一下心情 然后把话讲慢一点 各位如歌星版听众大家好 我是黄姓张 那因为呢 其实我原来最早的学习 其实我是学法律 所以有一些手续我的朋友 对 手续朋友都知道 我当时考过公务员 所以我81年就考 我去念的警专 就是那个警察专科学校 在木炸那个 因为我们当没人是没钱的 没法度 你是台东人 对台东 大家觉得很漂亮的那个地方 那时候没有钱 我爸爸是养儿的 后来呢我们就到 我就台北来念书 就念那个不用钱的学校 后来念一念 其实觉得法律实在是 不是我的所爱 当时已经去当公务员了 当了13年之后 才决定离开公务员 然后呢 因为后来念的书 都跟法律跟行政没有关系 就念了中文所 然后又去念这个台文所的博士班 就这样 就是兴趣的关系吧 这个转变 我那时候在 后来到调到内政部去 我负责编一个杂志 那个杂志已经存在这里 已经快50年了 叫做景光杂志 我突然觉得说 原来我对文字的兴趣这么高 后来这个杂志的社长 他们也很鼓励说 大家有 我们本来公务员 其实公务员是没有专场的 我深深的认为 公务员的头脑都是新的 所以有一个笑话说 如果上帝 如果你做了好事 到了天堂之后呢 上帝给你 你下辈子可以继续当人 然后上帝就推荐他说 如果你要全新的呢 你可以找公务员的头脑 因为有九成新 没有用过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在公务机关 不晓得 后来就觉得说 我应该多学一个专场 然后就再去念了中文说 中文说之后觉得 那中文你怎么有告诉我 我当时做韩非 做秦始皇 做那个战国时代的 诸子文学 我觉得每一个东西 都两三千年 也许有人听了这个数字 觉得很爽 但我觉得离我好遥远 韩非啊 韩非对啊 两千两百多年前 我看过你那一本论文 看不下去 实在是看不下去 好后一本 后是一个问题啦 再来就是说 你从第一页开始 你就不会想再念下去 是的 我知道 后来我就觉得说 有一个教授 叫陈古印 他反而还跟我 那时候我在草山警馆 就是在当馆长 结果他跟我说 我问他说 再来我要怎么办 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了 后来他跟我说 新章去念台湾文学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在台湾 你念这个 你有先天的优势 我说 对 而且他还跟我 叮嘱了一句话说 这是你的土地 你本来就该做它 那我们知道 陈古印老师 他本来就是一个 很传统的哲学家 我听他这个话之后 我那时候感觉 是啊 我是台湾人 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所以后来的大概十年间 我都在搞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你不好近 你知道吗 你去大道城 你摸到的每一块石头 都是我们的先人摸过的 对不对 蒋渥水在这边摸过 蔡培伍在这边摸过 王敏川 对不对 赖河 然后呢 开始做这些人的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 好舒服哦 因为他就 可能 有一天 你就在某个宴会上 你遇到 他是赖河的孙女 你遇到 他是王敏川的 真孙女 你再遇到一个呢 他就是 什么 吕赫若的儿子 那我感觉好好 我就开始收集这些史料 就后来就发现 这才是我的所爱 所以到现在 这十年 我觉得 这是我人生中 终于找到一个方向 所以 其实也不迟 因为你毕竟还是很年轻 所以你这个转变 就是从 发现自己对文字有兴趣 对 再来 因为陈古英老师的启发 对 你忽然才知道说 要回头来找土地里头的感情 是啊 然后才知道了 这些历史里头的人物 是 他们就变成活生生的 对 你说你就认识了 谁的孙女 谁的孙子 大概都是孙子 辈子这样子 然后你也认识了 这个蒋卫水的侄孙女 就是我 对 这个我要补充的 其实我觉得 像李荣活生生的 我都说他们是 蒋卫水的DNA 就在我前面 我觉得那感觉 真的很好 我就真希望 自己有这种血统 其实我们在这个年代 如果说 以血统来讲 我倒觉得 有点封建思想 譬如说 那个金正日死掉 他的儿子就继承 而金正日 也是从他的老子 那边继承来的 这很荒谬的事情 就是说以血统来 然后他死掉以后 人民这样呼天闯地的 然后如上考评 然后就把所有他们的忠诚 全部都在投注到 这个金正恩的身上 这好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不太想说 你是蒋卫水的孙辈 就有多了不起 而是我还是会 期许自己说 你有没有认识 蒋卫水真正的精神 然后呢 他的精神 好 就说你身上 有他的DNA吧 然后你有没有 有愧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思想跟精神的层次 我会这样子来 其实李鸿的那个 古道热场 是很像他的那个 他的背公 对不对 李鸿是卫川的孙女嘛 所以他们是同样的 那个那种DNA 古道热场 李鸿很像啊 他古道热场 他如果活在1920年代 我想李鸿应该也是 那种 我们那个女性史上面 在写那个女性运动的话 一定要把他写上去 可是我倒觉得 你也是我们的亲戚啊 也是姻亲 这是秘密 然后你是没有血统的 因为是姻亲那一代 好像说 你的姨姨叫他骨公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 叫阿姑 签过来的 阿姑 所以我跟李鸿是同辈 同辈啊 我跟你同辈 对对啊 所以我我是同辈 因为蒋味水的妹妹 就是我的 那个姻亲的阿嬷 所以跟你是一样 好啦讲这个 我从来都搞不清楚啦 可是我觉得你虽然没有 跟我们一样的血缘 可是呢 我觉得很亲近 尤其呢 我们在蒋味水基金会里头 我比较做音乐的 策展的部分 策演的部分 那么你在做史料的这个策展的部分 做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 如果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次的机会合作 也合作得非常愉快 我们本来就该合作 我们是同事 其实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各做各的 对 有很多地方可以结合资源 然后可以 怎么应该怎么讲 能力互补啦 对啊 因为专业不一样 大家知道它是那个音乐 不过你后来做的 不只是在史料方面 还有那个活生生的音乐的部分 这部分我也很想要 我想听众也会很有兴趣 其实我做音乐 史料里面的音乐是一个意外 就在做这个20年代 日曆时期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才发现 因为那时候你这么可爱 他们居然把音乐 融合到他的社会运动 他的政治文宣 他的文化宣传 文宣啊 对啊 像你看我们前些日 一直都在 台湾人很喜欢选举 我觉得选举的文化 对台湾人太重要了 所有的这个发泄的窗口 都在那儿 你看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 跟现在一样 有一股大众的争夺 对不对 你看我们选举就在争看看 大众是谁的嘛 在那个年代也在争大众 那大众怎么争 他跟谁争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在做到二零年代的 这个文献的时候 发现说 原来你要在社会上 争取到认同的话呢 你要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其中有一个手段 就是利用音乐 其实利用现在也是嘛 你也是嘛 所以 我有一个感觉 不晓得这样对不对 我跟新章讨论一下 就是说 蒋卫水最早 他做社会运动的时候 他是着重在文化提升上面 所以他觉得 人呢 要有人文素养 首先那个时候 很多人是文盲 要认识字 要读报 要接受进步的思想 所以知识分子有这个责任 对 要带领大众 有这个知识 再来呢 他觉得要涵养艺术趣味 对 就是调整这个人的身心的平衡 那他可以说在他的那个文化协会的年代 都是在做这一些 可是他经过自警事件之后 被关到那个监狱里头 进进出出好几次 他看到社会最底层的那种悲惨 对 还有他们的 为什么他们会去犯罪 因为活不下去 然后因为素养不够 就是说一个那个精神面的这个调剂不够 还有制度上的不公 对 制度上 所以我觉得他进出几次监狱之后 他改变他的思想 他觉得应该要有政治上的主导能力 对 才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 蒋渭水称这个 因为他自己是个医生 他有一篇很有名的作品 临床讲义 就像以前在寻的 对对 诊断书 事实上他 他在临床讲义之后 他还写了一篇叫做广义的卫生论 这一篇文章 其实他在谈什么叫广义的卫生论 他说一般人的卫生 就是看医生 就是处理 爱洗手 爱洗洗手 他说其实有一个卫生更重要 那个东西就叫政治 所以他把政治当卫生学来看 我觉得这个人 不是我自己在研究他 然后自说自话 他真的是有那个头脑 你很佩服 我很佩服 我都说过 我其实做梦梦到他两次 还跟他握手 还把他介绍给我父亲 但这是我自己的朝思暮想 可是我不是因为认识他才看到音乐 我是因为在找史料的过程中 发现说这些音乐从哪里来 结果追一追 我本来做三零年代的这个台语流行歌曲 追一追发现 哎呦 我老天啊 原来最早开始把台湾人的这个台语歌呢 拿来唱的 自己写下歌曲来唱的 就是找得到作者的 居然是这个人 竟然是蒋卫生 这个蒋先生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的讶异啦 你刚才提到那个三零年代的流行音乐 那个时候非常的蓬勃 几乎什么望春风这些音乐都是那时候 问题是三零年代蒋卫水死于1931年 是的 所以那是在他之后 对 那这影响一定是在前面的 对对对 开花结果才会在后面 对 好那你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二零年代 好啊 所以说我今天 如果我们当然有机会的话 可以聊聊三零年代 但是在因为三零年代老歌 现在很多人谈了 可是他怎么来的 这是有趣的事 如果说我们今天有足够时间 我想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个部分 嗯 好不好 就是说 我们的台语歌是怎么开始的 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谈的 我非常大的收获 竟然知道说 第一个写台湾歌的人 是蒋卫水 台语歌 台语歌 那么 嗯 他事实上 我们把他定位在 一位政治的人物 对 社会运动的 对 好 还有文化启蒙者 对 我们绝对不会把他定为 他是文学家 或是音乐家 或是什么 可是呢 他就是一个涵盖着所有的一个 文化推动者 对对对 说好 他就是文化 嗯 他就是一个新文化推动者 嗯 这样子来 来我们来称呼他 来定位他的话 可能会比较够他的 含义啊 嗯 那么在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来谈一谈 蒋卫水与新文化运动 好 就是这个社会面的 对对对 好 我们待会再回来 operate ói 闻